此人被皇帝派到海外公干,结果却建了个国家,如今国父民抢。 众所周知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但是成军之路,必然是有将领跟随黄元寿就是,其中一个曾经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不少寒马功劳尤为擅长水战朱。 元璋在攻打陈有亮时,黄元寿就曾出过不少力,也正是因着他的卓越功勋戒,国后朱元璋为了表彰黄元寿赐予他,黄森平,一名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征战的野心。 朱元璋也不例外征战四方,就是他的梦想,所以当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不断派,使臣向周边国家传播自己文化,并且希望他们都依附于自己而生存。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黄森平擅长水战,于是被朱元璋派到海外出使东南亚,但是当时的东南亚其实是未开发的,所以说朱元璋希望黄森平能将大明文化带到东南亚。 后来黄森平到了加里曼丹岛,并且和当地原住民建立了友谊关系黄森平凭借,这自身的军事才能和良好装备,迅速组建出一支强大海军,也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国王当时在加里曼丹岛的三个国家, 伯尼国、印尼苏、陆苏丹国,他们都是听黄森平的话,在这三个国家中伯,尼国是最弱的,经常被另外两个国家欺负,于是便向黄森平求助后来经过几番较量伯尼国地位,得到了巩固印尼和苏,陆苏丹再也不敢轻易望重伯尼国, 也是因着黄森平的撑腰伯尼国众人风习,为主到现在为止,伯尼国仍旧存在,只不过是改了名字成为如今的文莱,位于亚洲东南部加里曼丹岛西北部,与中国南海相接,尽管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 但是黄森平始终是文莱国的创世人,直到现在,还被文莱王室奉为十足现如今的文莱虽然国土面积不到六千平方公里, 但是2012年的总GDP达到了103亿美元,人均GDP则高达四万多美元,排在世界第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文莱不仅GDP高还是石油大国,据保守估计文莱石油储存量达到14亿桶,在东南亚仅次于印尼。 因为经济发达,所以文莱的福利政策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比如去医院看病不收,治疗费只收医文莱元人民币五元左右, 挂号费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实行免费教育资助留学生费用福利好的, 令人十分羡慕文莱的国语是马来语,但是也用英语就连华语也被广泛使用, 毕竟他们的台国祖先是中国人所以文莱人的血统,有一部分是华人血统。